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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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一场闹剧 欢喜冤家嘛 从陌生到熟悉 两个人要了解透了 感情才能够更加长久啊 要不看一下百合 花语呢 是坚真不语 小姑娘都很喜欢这个的 问题是 这个女孩不懂我的心意 已经离开我了 老板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啊 这个是琉璃剧 以前啊 欧洲的军人们打仗前 都会在酒杯里面放一朵琉璃剧 然后高喊 我是琉璃剧 我不害怕 听说啊 这样就能打胜仗呢 所以她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勇气之拳 这就是我要和嘉欣说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都要有勇气 一起走下去 先生 你要是想要这个的话 我还可以教你一种玩法 听说啊 捧一朵琉璃剧 放在手中 然后默念你爱人的名字 任其落入水中 如果呢 花瓣随水流飘走了 说明你们有缘无分 但是啊 如果花飘在水中夭 飘不走的话 就说明能够天长地久呢 感兴趣的话 不妨试试啊 嘉欣 不管你怎么骂我 说我 我都受伤 你一定要跟我回家 好吗 老板 就谈了 好的 先生 上次送你的时候 还是你出嫁那天 那个时候你心里 你有一心委屈 没想到这次送你走 你还是这么心事托贺 我希望等你回来的时候 能够把这些 想心事都忘掉了 妈妈在这儿等你 那我把这个给他吧 我知道 不要再想这边的人合适了 不要再想这边的人合适了 安心地去吧 嗯 阿姨 我知道你跟嘉欣非亲非故的 但我还是要厚着脸皮 拜托你照顾好我的女儿 嗯 安逸 你放心 我会照顾我家新的 你也照顾我自己 谢谢你 嗯 走吧 好了好了 你到那边换了新的手机 别忘了发个微信给妈妈啊 好吗 你要是工作忙 你就 你就给我发个照片 还有视频什么的 让妈妈知道 你在那边一切都很好 好吗 走吧 好了 照顾好自己啊 快走 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你也是吧 你不是生病 阿姨 你放心吧 陈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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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走 陈嘉欣 过过过 走走走走走 不要走 陈嘉欣 陈嘉欣 嘉欣 你听我解释 嘉欣 嘉欣 陈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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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这样对我 你说我不会离开我的 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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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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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不会丢下我一个人 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 我现在还生下什么 你怎么离开了我 这个家欣赏我交给你呢 我答应了 我没有要跟他离婚 没有 也许 也许你知道错了 也许你现在很痛苦 但是你又没有想过 这样结束 已经是你们之间最好的结局 再强求两个人都会很痛苦 妈 你快告诉我家欣去哪儿了 我去找她 妈 你还不明白吗 她就是要逃避你 她在上海没办法再待下去了 她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没有你的地方 所以请你把这当成是你 最后为她做的一件事 不要再去找她了好吗 我去找她 怎么 Dare 谁啊 唉 我来 ak 我又来 我真没想到啊 几个月前还千方百计 想让这丫头走 现在是真心安逃她回来 是你 你来干吗 姑姑 听说奶奶病了 我来看看她 我妈呢 就不用你担心了啊 对了 我提醒你啊 你就别一门心思想着和希依再好了 就算佳心不在的话也轮不到你啊 姑姑 你别这样好不好 佳心不在了 可不可以让我代替她照顾你们 谁是你姑姑啊 你听听你说这话 你凭什么代替佳心啊 你想都别想 我倒是可以代替佳心 赶紧走 走 姑姑 你别这样 听我把话说完 怎么了 妈 您快看看这个前女友吧 脸得多大呀 到咱们家来呢 直接说要取代佳心 奶奶 不是这样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知道之前是我太自私了 为了追求梦想 一直让希依等着我 这段时间我在医院也反省了自己 我只是希望 奶奶和姑姑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就算佳心没有把小心蜜生出来 她也照样是王太太 可是 昨晚佳心告诉我 她要走了 佳心去哪儿啊 她真的要走了 你了 安娜 你跟希依的事 你们自己处理吧 我姥姥 管不懂了 妈 你真不管了 你别以为佳心走了 我们就接受你 我告诉你们 在我心里 只有佳心这一个直起的 你走 姑姑 请您相信我 不管要花多少时间 我一定会让大家看到 我的细意的付出 看到我的细意的感情的过互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紧锁眉头 第二个礼拜 他愿意开口 第三个礼拜的星期天 他终于跟我出来走走 这个呢是佛达佩斯 特别有名气的一个地方 叫情人锁 听说啊 来自世界各地的情侣啊 他们会把名字写在锁上 然后锁在一块儿 听说啊 在多危险的地方 有什么事 听说啊 你没有人想在那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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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盒准备好了 今天也要加油 硬丑隔天起来容易头疼胃痛没胃口 先喝碗鸡汤暖暖胃 再吃点清淡健康的食物吧 西装套好了 搭配的衬衫放在抽屉最右边 西雨线熟悦中山说着灯 连离去被引化作了一丝魂 我不做阵影的吻 为何连缠都无伤 明明想要放手 心却更加疼 我现在才明白 原来那些微不足道关心 现在看来却这么正规 我一直嫌你笨 但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我才是那个最笨的笨蛋 宝宝睡 宝宝睡 宝宝快点睡 宝宝睡 宝宝睡 宝宝快点睡 宝宝睡 宝宝睡 宝宝快点睡 小心你怎么办 我还不小心 我爸爸录的声音给删了 我只能重新录一个了 宝宝睡 宝宝睡 宝宝快点睡 早 宝宝爱 我该关了吧 宝宝乱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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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om 爱胖花 每次我给她做盒饭 给她运衣服的时候 甚至 她睡在我旁边的时候 我都觉得 自己好幸福啊 这个是我们的想秘密 不可以告诉别人我们 倒映着忧伤沉沦 我才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本来 你一郎的作品都好有思想 是啊 这些艺术家虽然还未成名 但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 发光发热 我以为能摆在一郎的 都是大师的作品 比起那些有名的大师 我更喜欢寻找那些 有热情 有想法的新人 就像 开发普玉那样 新锐艺术家的作品呢 不会设限 没有框架 他们有着更加强烈的冲进去 表达自我 这就是他们的可贵之处 他们正等着被发掘 被认识 可 为什么是匈牙利呢 巴黎和意大利 不是公认的艺术中心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匈牙利在文艺复兴时期 因为当时 国王马加什 克尔温的统治 也曾是欧洲艺术文化的中心 再说 要是因为向往艺术 而去巴黎或者意大利 岂不是十分俗气啊 这也太不符合我的风格了 那可是多少人的梦想 怎么在你嘴里 就变成俗气 我想待在属于我的艺术中心 我喜欢这里 东西方文化并存 也喜欢这里 浑然天成的艺术气息 低调却又闪耀 这里 这里 真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中心吗 你刚才说的 马加 什么国王 他是不是真的很厉害 好 自己去查 白铺 比起给鱼 我更喜欢给吊杆 我再不会想你讨鱼呢 离开上海又多半个月了 有想过接下来要干嘛吗 如果 要长期待在这儿 得先找到工作 办工作签啊 可以在我的艺术工作 工作签不是问题 你不是说不给予吗 我这是给工作嘛 既然决定要重新开始了 可别有活得混混混混混混的 陈嘉欣 你要有规划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像过去一样局限自己 我什么都要试一试 我都要试一试 大宝宝 你的焦糖满起的火了 谢谢 怎么样 累不累 要不要按摩 好啊 来 那里头可以吗 不错 差点忘了 来 这个 送 这 为什么 前两天在浴室看你头发掉太多了 一定是最近太辛苦压力太大了 你用了这个 可以非常好地保护你的发量 我从此再也不用担心你的三千发丝 你今天 真贴心 你看 那个 不知道 什么你就不知道 我都没问你就不知道 别装了 无视现殷勤 不就想把某人打听陈嘉欣的下落 你这个 这个非常阴朗我跟你说 我是发自内心地去关心你 爱护你 但是 是顺便 打听一下嘉欣的动向 顺便 你敢说你没看我手机 没放我微信 不就想看看嘉欣没跟我联系啊 不是 我那个是 没话了吧 我告诉你 嘉欣知道你是王熙怡的眼线 我又在你身边 所以她领主情地说了 让我别担心她 照顾好自己 有机会她会跟我主动联系 这事说到底还不逗怪你 这怎么可能呢 我牛下了这么大的决心玩失踪啊 顾奶奶你是真不知道 还是说她不让你告诉我呀 不知道 知道也不告诉我 你 行啊 你行 行 行 这不是给我的吗 我有什么办法呀 我明天到公司找不到嘉欣 我还得爱说 我先喝一口压压惊吧 老婆老婆老婆我错了错了错了 你喝你喝 我都说我错了 行 现在惩罚你嘴贱 是想叫我老婆的 不行我求婚我求婚 我求婚完婚还不能叫 我的 你花钱大手大脚的 你就查银行卡数字 结婚还能结吗 我银行卡是没多少钱 但是我有公司的股权啊 我期限一到我分分钟便高不率啊我 你也知道套现需要时间啊 那结婚就免了呗 一步多天求婚呗 你 做梦去吧你 不行 我 行行行 我睡觉我睡觉 睡觉去 我睡觉 陈嘉欣 你可不是个游客 你是要来这里 开始全新的生活 所以 第一步 你要了解这个城市 第二步 尽快融入这里的生活 哇 我想吃食物 吃 不是 我想吃 OK 謝謝 謝謝 第三步 自力更生 養活自己 那就不成這樣的霸場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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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食指定 需要食指定嗎 那我吃рав 我想工作在這裡 嗯 對不起 пожалуйста 你能幫我幫你工作嗎 那是的 我可以做最好 請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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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跟计划相比呢 重庆厂房的重建进度 已经超前了百分之五 所以 也就是说 预计可以提前一个月 完成厂房的建设 以上呢 就是全部的情况了 易总 我就知道 你要是想问她的情况 那我可以告诉你 我这几天天天贴着墙 监听我女朋友的一举一动 那我只能说 一无所谓 所以说我估计她这次是 真的不想让你找到她了 你看她连她好闺蜜都没告诉你 你还不如啊 到花鸟岛去打听打听 毕竟那边人多嘴杂 哎 说不定我这一不小心 把鸡 说的漏了 我让这人打听过了 花鸟岛那边呢 不是口风景 是压根没人知道这个事情 不认识她的 就连嘉欣她的表姐 那么大嘴巴的人 都一文三文字 而且我丈母娘 一天要别人提嘉欣 修翻脸 不会吧 小蜗牛这次玩意真的呀 我们谈谈吧 这一切都过去了 我现在爱的人是陈嘉欣 但是陈嘉欣已经走了 她是离开了 但是我的心意不会变的 为什么 我要的只是一个 陪伴你的机会 为什么陈嘉欣可以 我就不行 这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明明我才是你女朋友 就因为她有了孩子 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不作数了吗 都过去了 过去了 三年的感情 你说过去就过去吗 现在的我已经不能跳舞了 甚至连一个 还孩子的机会都很渺茫 如果你曾经觉得 对陈嘉欣有责任 至少也给我一个机会 夕夜 如果没有陈嘉欣 我们还是很快乐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陈嘉欣的话 你还是爱我的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爱的人是陈嘉欣 不 不 我不管 你跟他之间已经结束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的 我会努力向你争论 过去我们两个是最合适的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 这是我的选择 妈 喂 喂 妈 你们那边现在是中午吧 你吃中午饭了吗 还没呢 我刚去买了点东西 吃点好吃的啊 妈 你一个人 你现在得好好照顾自己的 我当然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 是 你想 紫珊天天抱着甲方到咱家来 忙得我四脚朝天的 哎 我跟你说 今天天才啊 从花鸟岛给我带过来一个鱼头 哎呀 我们做了一个剁椒鱼头 嗯 太好吃了 那鱼头啊 又肥又鲜 妈妈今天多吃了两碗饭 在这街上溜达呢 好了 你别尝我了 口水都要溜下来的 那你想吃你就赶快回来呗 哎呀 吃不上剁椒鱼头也没事 能吃着鹅干牛排起步更好啊 我跟你说啊 就是说到紫珊 还有天才 还有你那个好朋友思琪 这三个人就像排班一样 照着三餐天天给我打电话 说什么你不在了 要多关心关心我 我觉得他们分明就是想打听你的下落 那你没跟他们说吧 我当然没说了 你骂我是谁啊 妈 我都跟你说了 不过说到家浴头 我就做过这样了 你小心一点 你赶快回家吧 嗯 再见 好嘞 好嘞 拜拜 陈嘉欣 陈嘉欣 不好意思啊 先咱俩 直到 Cameron 这可以拜计 这个作品 我感觉这个作者 好像是随随便变化的 他自个都不知道 面个什么题 我倒是觉得 这个作者还挺有趣的 他不是不知道 要怎么取名 而是在等待一个知音 才会故意留下纸和笔 等待有缘人和他交流吧 你是这样看的 我看你站在这儿 很长时间了 是啊 因为我觉得 这幅画 给我很特别的感觉 特别 什么样特别的感觉啊 特别 自由 他们不被彼此束缚 配合彼此 他们找到了自己 就像这幅画 它有无限种可能 他们等待着被人发现 等待着 有缘人来和他交流 你又有点夸张了 我看这幅画 没什么展示和收藏的价值 那您可能想瞧它了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我看这幅画 角落上那个 是周山龙大使的签名 你的眼力不错呀 那按照你的意思 你觉得应该给他命个什么题呢 stamp顶 我下次见 你襟了 在这幅画 说一次 你没有听过 你想过 你 想让你 唯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